牧桃尊蜜 天啊 錢 你會來 那我捏的時候 我看到妹妹就會昏你知道嗎 Who care 對 Tot that 這就幹了 我很生氣喔 就幹了 我很生氣喔 我忍耐喔 我先你叫我 好 來… 取什麼名字都好 就是女兒千萬不要嚇到你 沒有 那個時候 這也是蠻有道理的 OK啊 對 那個時候老婆就生 女兒就誕生了嘛 是 一路以來我飽受各種肥短流暢 但是從老婆懷孕以後呢 那懷孕了嘛 那開始有人說 那女兒千萬不要像沈玉琳 我們就是要生一個小玉琳 我說像我會怎樣 像你的話那你也要賺很多 留給女兒 我說為什麼要賺很多留給女兒 他說因為你女兒以後 說這類的話 那張老師一路以來都說 不要聽他們的規則 老師挺你的 我跟你講 女兒就是要像爸爸 不像爸爸 要偷生的 跟你講 像你才好啊 就講一堆 後來女兒就誕生了 就請她取名字 對 她就從200多個名字當中 挑選一個她認為最適合我一個 就叫做沈妍希 我說Why Why沈妍希 她說陳妍希加徐希弟 我說陳妍希加徐希弟 為什麼叫陳妍希加徐希弟 她說她要用兩大美女的靈動力 來鎮住我女兒 我說鎮住我女兒什麼事 陳妍希的原因是這樣 對 所以沈妍希是這樣 是這樣來的 當時講這句話的時候 是跟彥均在聊天的時候 被她偷聽到的 我說還好 那更代表妳的真心 希望女兒長得不要像她 她從旁邊正好抽完顏走過來 你講什麼話 看半年了 講一實這樣話 以前她還沒有那麼紅的時候 記者曾經說我 我長得有點像 沈妍希 那時候我就很想哭了 我 我說你給我好好寫 這句話希望不要寫那時候 後來她爆紅之後 我還真的很希望像她 第二條 更壞 你是不是一輩子都沒有開過好車 這種車我看多了 我以前因為當自製人 所以開車車比較沉穩 比方說像Toyota Camry 如果是賓士可能就E Class那種 人家電視台還以為你A的多少 對 對不對 他都開太好了 他開爛車去電視台門口停 然後再轉車子轉冰室 對 要逼掉一點 沒有啦 那個電視台長官也會看你的車 來看你這個人衰不衰 你開運好 他覺得說你這個運勢很旺 我以前早期當小資產的時候 騎摩托車 我不敢這樣子騎到電視台 去給人家看到 我都在遠遠的把車 在走路 哪裡有草叢 然後長官說你沒開車 有啊 是記載我來的 好 我以前的車就比較保守啊 比較中規中矩那種 快點三年前我不是買了一台那個 Benz的雙門 雙門跑車這樣子 那是我生平喔 你看我都四十幾歲了喔 第一次開這種跑車線條的 詹老師很好心陪我去交車 然後一上車 那我就當然坐駕駛座嘛 他坐我旁邊 然後沒有我老婆這樣 那我生平第一次開這種車 這個也算是香巴勞啦 就是一直很緊張 一直在那邊去弄到撞到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我就要載他回天母 從內湖回天母 這個路程滿遠的 但是賽車時段大概一個小時 我緊張到 這台車子的氛圍呢 那個 我的心情 蠻大的不敵 蠻大的不敵蠻大的不敵 好難怪啦 好啦 那個急進到什麼程度 急進到 急進到我口袋裡面 我口袋裡面掉出五塊錢 感覺都像掉出五噸重的巨石一樣 聽聽哐哐跟哐 真的很尖重 然後詹老師終於受不了這種沉默 他拍拍我說 玉琳哥啊 你就沒見過場面 對不對 你是一輩子沒開過好車是不是 這種車我 他夜代我們那個新車交車 車頭要掛一顆紅色的鳳梨有沒有彩球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你有鳳梨嗎 我覺得好看 他那邊說玉琳哥你好鬆 現在沒有人在掛這個 我說 我本來打算叫他 你不覺得他開出去很拉風嗎 什麼拉風 拉風 現在車速慢到 你光是60 20而已 去人家家裡有沒有 我們嘴巴都很緊了 一看就 這個大概買 這個一瓶買多少錢 他獎多少錢 你說 哇 那你買便宜了 對 一定要這樣講 對啊 怎麼不然 你這個傻瓜 你靠牢了 就不能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個要改 對 你又是一個對不對 對 來 以你的為人 沒有錢你會幹 這個真的是很傷友誼 你不是 錢來就幹 那是工作 可是我們兩個有如星光般的友誼 那友誼 你沒有參加星光大道是不是 星光般 星光般的閃亮春節 對啊 那朋友之間就不需要再談錢 對啦 好啦 他前陣子不是出新歌嗎 那個結雕 結雕 要結雕 結雕 要結雕 結雕 你的大雄招 對不對 然後新歌發表會 然後兩個禮拜前就盛請邀約說 我去站台這樣子 我說你大咖朋友那麼多 幹嘛一定要找我 我是 他說沒有啦 那個因為 因為我們同屬 我們都是蛤褲的 找你比較適合 這一句好笑 蛤蛤蛤蛤蛤蛤 對啊 好啦 他就說 韻哥一定要來 世界一定要猜出來 我跟你講 我有包一包紅包要給你 有 我聽到這種話就覺得俗氣了 我說 韓老師 他那個不用紅包 我們這種要嘛 有工作真的很忙沒辦法去 我如果要去的話 我絕對不會拿你那個紅包 輕易相對 因為這個等於是 對我們友誼的一種 一種算是褻瀆這樣子 然後他突然冷冷說 韻臉哥你講完了沒 我說我講完了 韻臉哥 你也有不懂你的為人啊 沒有錢 你會來 嘿 這套是真的 這個講得很好啊 好險你也聰明 講得很好 這不用解釋啦 我聽了 我聽了是滿受傷的 我跟他說 我跟你講 韻臉老師我就跟妳聽 為什麼我這種感覺你知道嗎 比朋友還重要的 對啊 就是朋友的錢嘛 我陪他去澳門 陪他家族去澳門玩 我花了幾天 三天時間對不對 我三天至少要賺個二三十萬嘛 對不對 對啊 我去也沒有花錢 又炫耀 對 那是阿翔 天母炫耀哥 我的意思還沒想到嘛 我算是挺他嘛對不對 天母炫耀哥 到澳門你知道嗎 叫他幫我拍個MV 男主角有沒有 拍一下臉臭臭的 不夠歡愉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沒有給錢嘛 你不要這麼說 我跟你講 人家那個澳門旅遊局 找我去推廣光光對不對 因為有多一個名額出來 我本來找Paul Paul因為那個老婆 小孩快生了 所以我說 詹老師有個名額你一起來 詹老師 謝謝韻音哥 還帶我出去玩 那不錯啊 然後到機場 我發現說他怎麼隨行 他有一個助理這樣子 他還幫那個助理 很好 先幫他出機票 因為我最後一個名額 給詹老師 我看那個助理機器杯好大台 我想說你要幹嘛 我以為是攝影官 我以為是詹老師習慣說 到處理由 有人幫他拍照這樣 哪知道一到澳門機場 韻音哥來了 來 我要play囉 來 play 截掉 不要緊張 MVS 拿胸罩 還在 然後那個攝影官 那個人被拍了 我那邊弄到 然後呢 連三天 我那個推廣光光的工作 已經很累了 還要配合他 到哪裏都要搞這個 然後呢 回來台灣以後 西之星的MV產生了 啊我是男主角 被拐去啊 被騙咧 沒啦 沒跟你講 誰是醜麻怪 朋友一起互相利用一下 我想把你計較什麼咧 沒有啦 這不計較 翻盤 我是說朋友直接不要彈錢 你看我這輩子 我麻煩憲哥多少次 從我結婚啦 生小孩啦 出書啦 每次憲哥都來站台 送我寶貝 我有給勾他一毛錢嗎 門都沒有 不是你一定要給的啊 好怕 賺再多一個人住有個屁用 我搬新家 請他來熱絡一下 朋友大家都來了 你這麼多的藝人 我只買你喜歡吃的東西 那天家裡都沒有人在 就我陪他們吃喝喝的 開心啦 喝最好的酒我都很開心 那個酒不得了啊 那個法國酒莊啊 30年的啊 對啊 不是說我選 是朋友要什麼 我們能給的 盡量供應 對不對 我平常跟藝人間交朋友 也是靠 靠錢啊 靠錢在交朋友 酒肉朋友嘛 對不對 朋友還重要 就是朋友的錢 藝人朋友算命看樣財 我也不敢收錢 就是靠這個 他連老婆都是花錢買來的 對啊 那錢可以錢 我那你 怎麼會講人家做這個 後來就要走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嘛 他突然嘆一口氣 老詹啊 你房子這麼多有什麼用 還不是你一個人住 還不如給我跟雅雅睡就好了 意思是我這個人很孤獨 老公平 你怎麼講 憲哥 你這個刺傷到人家了 對啊 他真的是勞勞勞勞勞 我去他家做客的前天晚上 看了一本勵志的書籍 當中是有提到說 那個房子再大沒有溫暖 對 有什麼用呢 意思是說 有錢買不到幸福買不到溫暖 對 那我那個治理行間 我的威嚴大意 是希望詹老師好好經營 他的感情 他的婚姻這樣子 因為他跟他老婆 有陣子比較緊張 所以他每次回家呢 諾大的房子上百坪 只有他一個人 他在裡面呢 眉魂附體 傾向稻草人 對 後世事流到一邊 青青年 青青年 人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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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講話比較難聽 但是是在鼓勵他 是 鼓勵也對 他聽了我的話以後 他們現在夫妻感情就變很好 昨天我們還跟他老婆 跟他女兒一起吃飯 很幸福 那叫回光返照 好 本場來 差不多了 我就比你紅 對啊 他有講這種話 我們在演藝區 我們在演藝區有什麼小問題都會 就是問玉琳哥 掏心掏肺 對不對 難得有些小小的成就 就問他你知道 有一次有一個節目裡面 難得會請我主持一下 是 很好啊 我就很高興 難得啊 等了十幾年了對不對 我就問他說 這節目我可不可以去 但是他是要賣符咒跟靈骨塔的 對 他問到你會不會傷到我的 一定不能去嘛 傷到你啊 對啊 他說你不能去啊 這東西賣了會傷到你全家 而且傷你福德 你去了之後 你可能會有橫貨產生 你千萬不能去啊 我是為你好 我是最關心的朋友 結果 結果一禮拜以後 我打開電視知道吧 你敢賣符咒 我說 我說 我很生氣啊 就幹 我很生氣啊 我忍耐 我先打 你叫我不要接 不是 我先忍耐 因為我馬上打會撕眼 你進去定一個 你可口硬進去 我就等那個兩個小時 稍微冷靜一下 打給他 我說為什麼你去90 為什麼 我想說安慰我你知道吧 他怎麼說的呢 他有把話省略了 我有跟他解釋 我當時叫他不要去 我沒有說 說一定不要去 那個不要去 停車 什麼東西啊 一定不要去 對 我沒有說一定不要去 有說看錢 看錢 因為又是靈菇塔 又是符咒對不對 錢夠多 那個 對不對 錢不夠多就會傷到 錢夠多可以化煞 購物台還有賣靈菇塔的 他不算購物台 他就是一般 一般下午的節目 然後買10分鐘廣告 類似那種 後來你為什麼去了 好 所以我叫他自己去評估 看錢你覺得不OK 你滿意到你就可以去 你滿意你心情愉悅 好心情就會有好事情 後來他可能覺得錢 他不滿意對不對 後來因為他不行了 那廠商 退額求其次來找我了 這樣講夠謙虛了吧 應該這樣講 退額求其次來找我 你幹嘛那麼自簽 不用這樣 我很自簽 我請我老婆跟他開價錢 我老婆當然想說這個東西 四次大開口 對 四次大開口 沒想到對方願意 我老婆也很好奇說 你們願意這個錢滿貴的 這已經 你們為什麼寧可找我老公 不要找詹老師 對方講個句滿刺商人的話 什麼話 他說因為 他在說一頭 你 再鼓一頭 沒關係 有一天 有一天你有機會比他更紅 不過他 玉琳哥是我的一個精神的導師 這個挫折之後呢 我決定明年要開始進入購物台了 正式要進軍購物台了 好不好 因為憲哥 我們這個行當你也很清楚 Who care 對啦 就是 我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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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個大師 不是啦 就是說 慷慨雞啊 對 Who care 廠商可能一個case外談很多 可能談了LuLu 談了Han典 結果後來找LuLu 那Han典你也沒什麼好不高興的 人家找LuLu 就是人家有人家的考量 最大的癥結是 他給我的是抽成 那給玉琳哥是很高的 有酬勞啊 合理啊 給玉琳哥我當然高興 總比給力都好啊 交情不夠嘛 對 所以OK啦 OK啦 他那句話我聽得不舒服 來 去你的直播節目 我不如在家顧小孩 蛤 還衝衝罵人 去你的直播節目 他為什麼講這種話 因為他那個節目叫做去你的 我現在家裡面又要稍微炫富了 因為我喜歡走直播路線 未來家裡面會有個攝影棚 他在家裡面搞攝影棚 有在炫富 為什麼你一樣大那麼大 炫耀哥 不是啊你一個人直播 你一個人也是寂寞啊 因為等通告很苦 乾脆自己來就對了 我的意思 好不好 沒有炫富不要誤會 那直播是未來的市場趨勢 有時候別人來直播 一定要指明玉琳哥來挺 價錢才會高才漂亮 才有收視率 是是是 那找他來一大堆理由啦 一下腳痛 頭痛 帶小孩 什麼情緒不好都不來 對不對 然後他有直播對不對 我們拋頭如灑熱血 把客人挪開 所有事後挪開衝過去 重點來囉 我參加他的直播是不是很投入 一個大水池 妹十幾個 我差點把他拉進去 那我捏的時候 我看到妹就會昏你知道嗎 我跌倒 跌倒這個 腳流血 撲卡了 對 跌倒 現場跌倒你知道嗎 他怎麼說 你就是老犯 你站不穩啦 很快啦 對不起 我不是說你老花 我老犯爹 因為那天妹很多都比基尼 我沒有說你老犯爹 我說你中的桃花爹 因為我們搞定在 搞固童生命咧 對 踢你啊 這樣子 對啊 踢你啊 去小屁啦 我是聽你啊 對不對 怎麼搞定這樣子 那是確實搞固童 搞固童算生的 還有一點 我不如再一下顧巧還是什麼 是這樣 那個直播節目 他來是因為說 我想要介紹金主給他認識 因為詹老師在命理界有一席之地 那我覺得命理跟直播結合 應該可以帶來很大的傷心 所以他那天來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那他找我去直播 因為他有時候臨時才通知 那一天我有空沒有錯 可是我就是因為有空 我好開心喔 因為終於可以 有一個很完整的時間陪我女兒 因為我陪我女兒都是斷斷續續的 都是要乖 要乖 要錄影了 趕快又出門了 回來要乖 要乖 要出門了 所以每次看著女兒 管著我離去的身影 那種落寞的眼神 因為門一打開看著她 所以你打算回家 給了女兒個驚喜 順便回去 抓穩住 抓住 抓住家庭幸福的怡法 正好他講的那一天 那個晚上 我就正好有一個完整的時間 但他會覺得說 你明明就在家 你不願意來我的直播 但他不曉得 他不曉得因為這個 我就是有完整的時間 可以陪我女兒 對 你有女兒 我女兒不是人嗎 你女兒不動你嗎 沒有 你女兒不動你 你算一下命盤 你剛剛算了 對 你們兩個人 可以不要嗎 沒有辦法不要 上輩子就上輩子 而且是我說了就算 好嗎